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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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新大学之中》 没错 这一趟就是来宾的时间 是的 专业来宾 先来几个重庄的来宾 不是重庄 这是重庄 上次来就是很受欢迎 没错 那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字卡 字卡介绍 先讲台湾二战重演推行会 成立于2003年的原本只是一群热爱二战军品的朋友 为推广台湾第二次世界弹的历史重演活动而成立 已近十二个年头 现今成员约有五十余位 平时除年度举办二战重演年会外 一般假日亦不定时针对特别军种举办特定战役重演的活动 欢迎对二战军品收藏或重演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加入 是的 那就欢迎 二在 这边啊 纳兰小龙的嫩鸡 欢迎 欢迎 掌握好 掌握好 又见面 第一次上次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他是基隆二人组的 基隆二人组 基隆二人组 基隆 基隆 大家好 我是纳兰 就这样吗 就这样对不对 不然呢 所以你是啦 重点 重点是他要看鲜肉 男人要看老 看那个 看干事熟成的 干事熟成 还是有人喜欢老皮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很感谢 谢谢你 小龙 大家好 我是小龙 小龙在上次来受宠过 已经受到就是广大的网友爱慕 没错 大家都说那个小鲜肉 他叫什么名字 他会在店里面吗 这样子 结果找他的人都说是男生 是吗 没有啊 我不知道 我也超领了吧 我找小鲜肉 是三十岁以下的人才是鲜肉的 很多人都说彭苑到现在还是小鲜肉 所以之外 我也是 我也是三十岁以下 可是不会有人说我是小鲜肉 你是粗皮 我挺多小五娃 粗皮粗肉 小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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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嫩姬 这里 大家好 我是嫩姬 请认识的朋友们高抬贵手 谢谢 你还怕有朋友 我上次看到小鲜肉的 小鲜肉那个盛况 觉得有点可怕 可是你应该比小龙更鲜 对啊 小龙是吗 他剖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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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二四岁 二年 对 那我小鲜肉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就是 接触到这样的 然后开始投入的 因为你比较年轻 其实我从小就还蛮喜欢那种东西 我会看书啊 看图鉴 或是上网找 那真正开始玩是两年前 两年前 对 真正开始收藏这些东西 是两年前 其实他的兴趣其实是应该是在 就是出生要抓中的时候 他就抓到 抓到手榴弹 抓到手榴弹这样子 哪个父母可以帮手榴弹 所以是这两年 所以这两年 这两年才开始 是这两年才开始 突然就 哇 来SOLO 然后就开始大量收购 是这样子吗 差不多 突然就是入坑 突然入 而且是很暴力的突然 很投入的这样子 好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也有 就是他们也是有穿 全部装 那有些观众好像没有看过 我们好像有 上一次的节目的连结 是现在就要上吗 所以像他们现在离开了 去看以前的连结 那今天讲究到这些 大家 没有啦 好 那个 下面有那个底霸 那是之前的节目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记下来 然后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 是的 好 那今天就来稍微讲一下 两位今天都重装来 都有穿装备 今天的主题是 基本上很简单就是 他是作战模式 在前线的时候作战样式 好 这边是军官的 对 然后我的话是很简单 休假模式 休假模式 没有比较菜吗 这个背多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其实我们两个阶级是一样 对 都是代理下是上的兵 所以是一个军服跟 军便服的概念吗 对 我们两个阶级都是Obergrifighter 我的也是 但是他的是作战 我的是休假 所以你看他休假的时候 会把他的勋章都挂出来 对 打仗不会飞出去吗 基本上 基本上不太会挂勋章 对 出去打仗的时候就比较 但是你有看到一些前线照片 他们会挂勋章 那是其实那些宣传拍照的人说 请你把勋章挂上去 我要拍照 比较好看 对 打仗的时候应该不会把他 因为你勋章挂这边就是 就很容易掉 对 而且会变成一个 他会反光 很明显的动作 也是 对 而且对面如果正在描说 那有挂 重要 先打他 先打 有点危险 好 可是你怎么没有问 就是我们嫩姬跟小柔 他们两个有中 就是全副武装 可是今天纳然是 扮演一个退休的概念 就是没有着装 为什么你今天偷懒 因为下班来不吃 太辛苦了 今天就是负责来讲解一下 我们还是 因为刚刚很多人说 请问那个纳然他是退我们 是不是 平民装扮 平民装扮 没有打扮 他现在可能是 现役德军休假的打扮 穿衬衫这样子 开玩笑 因为刚好 就是下班刚好赶过来 辛苦 非常抱歉 那稍微 就是身上背了很多东西 从任机开始 因为他是上战场的 很多 我看到这些什么 蛋链这些什么 可以稍微就是解释一下 这些装备 因为后面有超多东西 这是MP40吗 对 我今天背的武器就是MP40 然后这是他专用的蛋包 然后 我先从衣服开始讲 衣服穿的是 M43 那就是1943年初的 主要使用时期当然是 43年以后 44年比较多这样 那资料的话 你看我的跟小容不太一样 我的是属于人之部HBT的 那就是香蕉毛料它 就是比较凉一点 轻便一点 对 轻便一点 那可是穿起来是很热 对 穿起来会比较皱 但是比较利于前线作战 比较凉 那我的话会比较挺 但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它比较保暖 对 各有优劣处 那身上的装备的话 那今天很硬蕊 它每个蛋包 都塞了蛋夹 对 哇塞 哇塞 玩具枪了 请注意看 前面都专满了Pinky 对 好想吃一下 我想问一下 那这样子一个标准配备 一个德国人 这样我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是便当盒 基本上跟我上次 五月的时候是一样 便当盒 然后这是帐篷布 跟雨衣 迷彩的帐篷布雨衣 然后这是它的 的那个 个人杂 A架包 因为它整个就叫A型架 那A架包可以装杂物用的 这是防毒面具罐 放防毒面具的 然后这是它的 杂物袋 又俗称面包袋 因为他们常塞面包在里面 然后这就很简单 水壶 很简单 基本上是 基本是这样子 可以把更多东西 可是它这是比较基本的 这是一个标配应该都会有 标配 就是最standard的配配 那像这样子一套 最standard的配配 大概会有几公斤 多重 几公斤 我看它装到东西 就看它里面有的裝东西 看它装是挺不好穿面包 还是 看它装很滋 不过基本上 大概 10公斤 可能跑不掉 10公斤 如果真的全部都装满东西的话 因为他们很多都可以塞 被用的弹药 在身上 對 那就更重 那些都很重 對 有的甚至會把那個 像他們以前一個步兵的裝備 全部帶上身上後 他們大概是30公斤左右 全部身上 那請不是背了一個謝潔玲在身上嗎 對啊 但是他們不是最重的 最重的是三月兵 因為三月兵要登身 他們帶更多個人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到45公斤到50公斤 那不是把六湯杯在身上的意思嗎 沒有 大概四分之一個六 如果說比較倒楣的人 分到破擊炮那一組的人 會更多 他可能會超過60 因為他要扛炮 扛炮還有腳架跟底板 對 好扯喔 那你想說那些火炮那怎麼上山 那有個東西叫羅子 他們用羅子去背 就駝獸 對 就駝獸 小龍身上除了 那些勳章的部分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基本上我勳章的話就是一個 最基本的就是 首先這個彩色的帶子就是二級鐵十字 它是一個勳錶的樣子 所以是用它只縫它的帶子 那實際上頒發的時候 它是連這個跟這個 是一個一塊一起 但是它你之後配掛的話 是只有這個帶子 彩色的帶子 那這個的話就是它的上一級 叫一級鐵十字 那後面是倍增的 所以可以掛在制度上 那這個的話是步兵突擊張迎擊的 是發給步兵參與過三次成功的突擊 就頒發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戰傷章 迎擊的戰傷章 那基本上還有黑銀跟金 那基本上受過兩次傷就有黑色 黑級的那個戰傷章 然後三次以上 其實差不多三次還是四次以上就有迎擊 那經濟比較難拿 它可能要到八次 或者是一次的重大傷害 比如說斷手斷腳 斷手斷腳或者一些永久性的傷害 比如說腦部啊 然後我可以講到這個嗎 就是說 生殖方面的永久性傷害 也可以馬上拿 踩到地雷之類的 唉 想起來真的是蠻恐怖的 真的 都是用生殖的 對 忘記講一個 這個比較明顯 這個的話 這個比較少見 這個是右翼射擊這樣 右翼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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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會打槍的意思 就是說步槍打的比較 那個什麼射得比較準的那種 那真的有殺敵軍他們會有 沒有 它是打靶 它是打靶的 這是在二戰戰前的時候 就是在發的 對 那這些都是複刻品 我剛剛講都是複製品 只有這個是真品 二戰戰前 射擊的這個 所以這個是在戰前 就是你是很準的 它就已經會發這個 應該說這個東西 是傳統普魯士軍服的 一個 研流下來的東西 它跟參謀 像你看到有一些會有 會有那種須須 像參謀思緒那種 對 那個是傳統歐洲的 歐洲軍人的一個傳統 所以這個東西在二戰前就有 而不是斷 而且這個不只一級 它有分了八級 分了八種 那現在配戴的是 這是最低級的 這是最低級的 這一級不是我嗎 這是最低級的 當年蔣偉國也有拿到這個 對 蔣偉國也有 對 蔣偉國 蔣偉國他那樣很有名的照片 他就是掛了這一級 他掛的是第一版 三六年 三六年的那個版本 像我掛的這個的話 是三八年發的版本 他掛的是第一版 我掛的是第二版 那他可以掛的原因是什麼 他可能有鑑定的 他有鑑定的 他有鑑定的 射擊優異成績非常良好 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檢定 所以他是一個英文檢定的概念 而且他還有分陸軍型的 砲兵型的 裝甲兵型的 空軍型的 海軍型的這五種 那這一個是 這是陸軍型 這是陸軍部兵型一般的 砲兵型的上面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上面會有小炮彈 他那顆會有炮彈 裝甲兵的話 所以一個戰車好像 感覺要開出的感覺 所以空軍的話 空軍是冷個藍色 然後上面一個鳥 海軍的話 更深的藍色 然後上面是一個船矛 所以他們要拿到這些東西 是要去某個地方 打法 就陰區打法 就陰區打法 就是建設的時候就會發 這網路到現在還有德法 有 聯邦德軍還有在發 現役的德軍還有在發 但是你說這個是德軍的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國家也有 像海陸的話 海陸的這邊 美國的海陸 美國海陸 他們有優異的手槍射手 我不太清楚他 detail的名字 反正就是他們也會有這種 打法打得好的 他們叫markmanship 然後也是 就是他有一個射錶 那就是有那種 50公尺 75公尺 150公尺 300公尺之類的 然後蹲之握之設計 然後你如果通過了一個標準的話 就可以拿到一個徽章這樣 對 就是也是一項勳章的東西 對 美國也有 一般的國家 多多少少都有 所以基本上這個規矩應該各國都有 只是頒發的樣式是大家都不太一樣 對 每個國家的 對 所以真的是還蠻酷的 其實是你懂的人 就是一眼看他就會說 你還有掛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什麼都還蠻了解 我還幫你講一個 像他的話 跟我雖然同一個階級 但有唯一的差別就是 我有這個銀色的這一條 跟他沒有 他沒有我也有 這個代表就是 我是士官後補 士官掛來的就是你 對 我是士官預備生 那他的話還沒有 對 所以如果他升士官的話 我會悠閒 或者是說先送 要準備要送我去士官學校 就是掌官掛的話他會先 掌官掛的話他會先 掌官掛的話他會先 有沒有可能你沒掛 然後你比他先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其實這樣 像是士官後補 可能不只一個兩個 就是他一條代表有士官後補 那如果掛兩條這個 在同一邊的話 代表有軍官後補 沒有他就是軍官 他準備要說以後要精身軍官 那像這樣子可以擁有後補身分的人 是只有一個嗎 還是其實 沒有其實有很多 就是以防萬一大家能掛 他們就說準備好這些人就是要當補充那種 會優先送他們去學校 是個備胎的概念 對 是個備胎 是個備胎的概念 因為像歐陸國家的話 他們對於士兵和士官的晉升 還有士官到軍官的晉升 他們是很重視 因為當年在二次大戰以前 所謂的十萬陸軍 就是德國只一戰打敗之後 他們只能保有十萬陸軍的規模 那在歐洲國家的話 那是非常的小 所以他們當作訓練的時候就是很誇張 就是每一個士兵都要當士官勇 那每一個士官都要當軍官勇 萬一將來擴邊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把組織搭起來 馬上把大家的等級就往上拉一個 然後就補球都是下面的 就是他們當年戰監期的德國陸軍 感覺起來就很像沒有兵的成功力 就是要一個人要匯很多人的東西 對 一個人要匯 對 相當的裝甲兵就是說 每一個裝甲兵 搭車上的成員 每個人都要匯別人的 車色裝甲每個人都要匯 對 然後演習的時候 一個人等於一個牌 戰車牌 對 因為他什麼都要匯 你全部都要匯 每個人都全部都匯每個人的 所以當初人員編得太少了 不是 因為他們打輸一戰的時候 所以被懲罰就是 你不能保有常備錄 他只能十萬 當年簽了一個東西叫凡爾賽條約 他說你只有十萬的常備軍 對 然後不准有空軍 因為怕你又鋸起來又要打 對 然後也不能有裝甲兵 所以他們那時候裝甲兵是 不能有戰車 是跑漢船的 船 跑漢船 就是哪一塊木板 哪一塊木板說好 從前開始你就是戰車了 就踢了兩塊木板這樣子 就是訓練 對 訓練 他們有戰車但是在國外 才有戰車訓練場 他們借用國外的戰車訓練場 偷偷用 然後洞洞就叫什麼拖拉機之類的 對 用拖拉機的名義 其實是戰車 對 難怪他們在戰車 所以基本上我國國軍 是秉持著二戰優良的傳統 就是演習的時候都是跑漢船 OK 我們應該只是純粹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沒有 我們是演習優秀的德國傳統 我們是訪到德國 那我想問 像剛剛聽下來這樣子 做就是這個興趣好像也需要很多的歷史研究 就是你們是不是對歷史都很熟悉 基本上都了解 應該說那是互相的 就是你會想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同樣是 同樣是 他們階級一樣 為什麼 他們的階級一樣 可是這邊不一樣 那你回去查那是什麼東西 那查了之後 他就會告訴你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在1936年以前什麼規定 1936年以後 1938年以後 像他在戰場上 很多人都不會掛那個 然後我放假後 在比較後方單位 很多人就會掛他們那個 團的番號 像我這邊有數字 對 就是團的番號 然後上面一個L代表說是 教勤單位 對 LEAR 那是叫教勤單位 就叫學校單位 比如說教勤營這樣 裡面的可能訓練官 之類的 那戰場上有沒 戰場上就不太會掛那個 早期的時候還有 後來他們把它取消了 因為覺得沒有必要 而且後來人員補充得太快了 上網太快 那就算了 就取消了 根本來不及 根本來不及 什麼東西還被發到 他就陣亡了 那浪費 對 或者他調單位 他調單位 轉圈 轉圈 我們今天也有準備 就是一些影片 讓我們的觀眾來熟悉一下 因為上次可能有人沒有看過 也不知道這個推行會 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準備了影片 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我們這段不是 可是 這 這不是 這 這是真的二戰吧 這是二戰的時候 對 這是二戰的時候拍的那個 到前線到拍的宣傳片 拍的宣傳影片 他們錄回來前線的那個狀況 然後回來剪接以後 變成放給一般平民看的宣傳片 對 假裝他們都在打贏之類的 其實有一次是 他感受一下 國民的市集 對 提升國民的市集 就有點像菊光原地 喔 什麼不講 讓大家比較了解說 像神仇 之類的 像這個影片 大概在1942到1943年 我的推測在1943 剛打了 1942年左右 這東線 對 這是在東線 東線蘇聯的 蘇聯的啊 那戰車還是很明顯 對 它那些 Soviet那是蘇聯 In all our attack 你們是不是除了歷史很厲害 連英文都能問嗎 不只 有些人還要會德文 德文 尤其關鍵是一定要問 對 一定要問 畢竟有一些東西 它的那些資料 什麼幹嘛的 還是原文的比較多 對 英文是基本的 英文是基本的 因為現實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要找 我們自己想要的軍品 在台灣找不到 買東西的時候 買東西的時候 我看我這輩子 是不會加入這個東西 你當然是不行 我告訴你 你可以重演國軍 還打中文找一下 我可以去舉方原地一下 你不要講 國軍的東西在國外 還有比是在國內多 真的嗎 因為國外這種東西 風氣是比較風型 所以他們東西就是比較多 對 國外的戰爭歷史比較悠久 也不是 他們習慣會把這種東西 當作一件 對不起 抱歸插話 當年很喜歡拍這種 拍對方投降 受降 對 拍對方投降 大家都喜歡拍 對 他想說我們很厲害 有一個蘇聯的軍官要逃跑 抓到了 抓到了 那個不是軍官 那個是政委 就是我們的政戰委 政戰委 郭奧長 對 當年的政委不是都要槍斃嗎 對 抓到基本上 有時候 當局 最高當局是夏令人打槍斃 對 因為 納粹黨和共產黨其實是互相仇視的 因為是極左一個極右 對 所以逮到他們的正攻的人 就要無所不用實際把對方先幹掉 對 那又是另外一段 因為他們的思想就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也不用這樣子 對 那是一段這樣 然後應該看到出現蘇聯有美軍的戰車 是因為美軍 租借給他們 偷借他們 沒有偷借 就是他們直接把那種爛貨就丟給他們 這樣 所以他們的戰車都比較舊款 比較不要 也沒有不要 就比較不好用這樣 還看用才可以 對 就是當時的插水表 就是當時的插水表 插水表 插水表 這其實都是那時候拍的宣傳片 對 所以他們的內容就相當的 像你看裡面穿黑色的裝甲兵 裝甲兵 穿黑色的那些衣服裝 那個是拼尼巴的 對 手槍是這樣用的 對 因為你插在槍 槍套非常難綁 對 所以他們能插 他們能插就插靴子裡 就插腰帶裡 插靴子會跑一跑就掉 不會 理論上 你不 要看 他如果要跑的話 他會把它收在更重要的地方 對 那靴子是暫時放置 有當兵就知道 只要一跑起來都要先糊塗一些比較會掉的 鏟子要先抓著 鏟子要先抓著 對 然後你看他臉很黑 其實那不是曬黑 那是土 吹到是臉上的一層土 然後硬掉了就在臉上 也沒得 也沒得死 對 我想問任君已經當兵了吧 對 那你進去之後 就是你喜歡這個之前 是在當兵之前還是當兵之後 我在國中時就喜歡了 對嗎 對 只是現在才開始玩 不是我做啦 那當兵之後 是我自己想問的啦 因為當兵之後 你會不會進去之後 會不會覺得說 跟想像中有點差別是不是 其實因為 老一輩都會講 國軍裡面怎麼樣 所以我們大概 心裡有個底 對 所以是還好 我覺得就 義務做一做 然後這是我們國民義務 然後 該做什麼做什麼 不要把我們這一套 不要把我們 我們玩一回事 我們興趣 對 震驚是震驚是震驚 興趣是興趣 真的 因為我們怕很多 因為像很多小 小 比如說年紀更小的 年紀輕的朋友 年紀輕的朋友 還沒當年朋友 他是真的很 怕 就是有一些他們 進去之後 對 有的會有想像 對 會想像 會有一些這樣子 其實不會 你進去之後會非常親切 因為國軍 就跟二戰時候差不多這樣 連刺槍樹都一樣 我覺得是南北戰爭 對 對 我們在後面還有很多的東西 都還沒有跟觀眾介紹 他後面的家私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先 是小人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還是來幫我們介紹 很重耶 這支是 這是架在地上射擊的嗎 你要是有先輕意識的話 拿在手上射也可以 感覺很重耶 對 這是MG42 對 傳說中的希特勒電鋸 沒錯 對 那他 就是一把 如各位所見 就是一把機關槍 對 機下開打開 單連在這裡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玩具 真的玩具 這應該是電槍嗎 這是電槍 這是電槍 然後這個是他的備用槍管 因為會過熱 對 因為槍管會過熱 所以你會必須要從這邊把它打開 讓他 小心 讓他這邊槍管可以替換 然後把備用槍管從這邊塞進去 然後 然後這個不是備用槍管 這是備用槍管的盒子 就是在裡面 對 本上到 800到1000發的時候 這個槍就一定會過熱 就會過熱 對 所以基本上你連續射擊一分鐘 這晚上就過熱 然後當然要看當天的室溫 對 還有什麼風速啊 等等 所以如果沒有換槍管的話 可能就躺炸 會躺炸 因為槍管會軟掉 對 槍管會軟掉 對 槍管會軟掉 會卡蛋 會卡蛋 先會卡蛋 然後會躺炸 所以說我也卡蛋 不是要卡蛋 對 他們基本上就是 他們通常都是兩根槍管 就輪流換 就輪流換 然後這邊裡面會有 會有另外一根槍管 把他拿出來換掉 然後再把這根放到這邊 然後會 他就讓他降溫這樣子 對 可是 就是我們一剛看到前線 他們固定陣線的話 他們都很聰明 都會大概放四五根槍管在旁邊 就想辦法去幹人家的槍管來用 只要多餘料見 你懂的 然後地上的話 可能有十幾 七八箱 十箱的 通常四五根 比如說他打完換之後 然後那個換下來那個 那個冷卻之後 是可以再回去用 對 可以 他的目的 他之所以要換槍管的目的 就是可以兩根一直 對 讓他一直用 然後在他的槍管的壽命到達之前 不要先躺炸之類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點 就是說 你換槍管的時候 一定要帶手套換 對 這樣完就 你就黏住了 不然就黏在你手套了 天啊 好恐怖 好危險 通常是怎麼樣的一個單位 會配一隻像這樣的兵器 邏輯上一個搬要有兩隻 搬用的 一隻嗎 一個搬用的機槍這樣子 對 德軍的 步兵的戰術 是以機槍為主的一個戰術 對 他用機槍主攻 然後步槍掩護機槍 對 然後機槍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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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後步兵就衝到 衝到牆邊 開始丟手套彈 掩護他們去 這邊可以看一下 你看 錶尺可以打到一千八 欸不對 兩千公尺 兩千 對 問題是 整個問題 沒有 你子彈可以打到兩千公尺 跟你能打到兩千公尺 那是兩回事 對 就是 射程要穩定的話 可能要裝三腳架 對 要裝三腳架 要不然你手一抖就 所以前面這不是三腳架 這是雙腳架 這是搬用機槍 對 裝了三腳架 就變排用機槍 對 這把架是截至目前為止 單一根槍管的機槍裡面射數最高的 每分鐘一千兩百發 平均一秒鐘二十發 這樣的時間裡面就二十發出去 真的很快 你剛剛那個是怎麼了 那太慢了 那明顯就卡彈了 他那個時候 他射擊聲音比較像電鋸 當年聲音他像電鋸 所以叫希特的電鋸 那講電鋸可能比較難以理解 他比較 他一種說法 一直說是像拉拉鍊的聲音 不只是絲布的聲音 絲布的聲音 因為太快了 太快了 都是連在一起 所以當年其實他不是連射 他是點射 他不是點放 都是一秒一秒的點放 點放 我打過一次他的真槍 我在國外的時候打 對 你知道為什麼三腳架很重要 因為這個雙腳架 你在打的時候 他震到你 你也看不到目標 因為你的槍管在前面就一直震 對 很難抓 真的太快了 對 所以後來到二戰結束之後 做MG3 MG3就是MG42的 改良型 改良型 對 然後他們做第一次 除了改口徑做到第二次 就是降速 要換實在太浪費 對 一個彈鼓五十發 然後兩秒就打完了 對啊 那你就要換彈鼓 那不如讓他就是更穩定 更準 讓每一發子彈都更有效率 五十發的話 五十發你全自動開的話 兩秒半就射完了 對 真的耶 對 就算你跟人家聊天說 我跟你說 然後就 直接射完 然後這個是他 一個機槍兵他身上會帶的東西 一個是他的個人防衛武器 防衛手指 手槍 因為他沒有一般的武槍 或衝槍槍 這是機槍兵會背的手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 輕槍工具盒 他放他的輕槍工具裝備 跟一些他的配件用的 然後外面 是這一支用的 對 機槍用的 然後他們的位置就是 像任機的在 就是 在腰帶上 就是把它換過來就對了 他原本風風槍的彈夾的地方 就放那個機槍 就拿掉就對了 對 正常人不會買 玩二戰重演 正常人不會買 小物 對 可是這些小物其實也很 是非常有可 非常有趣 我想知道這個方塊是什麼 這Lush的香皂 所以你們是香皂耶 不是 基本上我可以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二戰的時候 就是1945年之前的 那這個的話是繃帶 大的繃帶 這個是繃帶 這也是繃帶 請不要打開來 不要打開 這很貴 對 繃帶 它是1940年上面寫1944 是1940年 所以我們 那這個的話也是繃帶 是個人帶的繃帶 比較小 硬 對 然後它是1940年的 因為那個繃帶 70幾歲 對 他70幾歲 1940年 這個的話是他當年 士兵公發 他們發來前線 巧克力 巧克力 上面寫1939 所以這個也是當時 對 當時 就是上次帶來的巧克力 跟現在的巧克力 跟那個時候的巧克力 基本上長一樣 不一樣 對 就是那個時候 基本上 拍子都一樣 同一家公司出了 對 像這個的話是 這個的話是那個 鐵牛韻公散 差不多是粉狀的 是粉狀沒錯 它是那個絞粉 是香港 紙那種 我覺得這好像滿重要的 紅狗絞粉 對 絞粉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就是爽身粉 換東西 對 絞粉就會長那些東西 對 那這個的話是蠟燭 也是那個時候的 天啊 對 然後其他的話 像這個是肥皂 對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是跟刮鬍刀 這是它裡面的那個刀片 紓喜用的 對 好鼓勵 對 這個是刮鬍刀 跟它的刀片在這裡 好酷喔 我不打開 是因為它會閃掉 所以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像這個是煙草 對不起 我沒打開 是因為裡面它會閃掉 那煙草都會跑出來 這是它沒有開包的 不要開... 對 煙草 那這個兩個的話 是當年的煙斗 對 對 他們吃 阿明哥出去打仗 真的會帶煙斗嗎 會 會啊 會帶煙斗 當年抽煙斗人非常多 因為煙草很麻煩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幾乎 要捲 幾乎沒有直捲煙 直捲煙 有在賣直捲煙的非常少 你必須要這樣 對 像這個是木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海泡屎 這是海泡屎 它是海泡屎 對 變買家 順上身 這個的話是它的那個煙嘴 你說的真的很細 因為以前的煙 捲煙是沒有屁股的 所以它必須要用一個煙嘴 要不然抽到後來就補 對 這個我找了比較久 那個其實跟其中的煙斗一起 鴨煙草的 沒錯 那是青煙斗用的 對 青煙斗用的 工具 有青的 有鴨的 現在會用不鏽鋼那些好的材 當然是用鋁 這個是鋁座的 現在不可能會用鋁座 對 鋁魚 我可以問這些東西 你會放在防潮箱嗎 對 都會放在防潮箱 會放在箱子裡面 然後會放在夾煉袋裡面 然後放在就是有防潮 就是要好好的保存 防潮的地方 真的耶 年紀比我們大耶 真的耶 每個都學長耶 看姐姐還年輕啊 最後一樣的話 這個就是比較 他們會比較用到 這是青槍工具組 青槍工具 他打開來裡面的話 這個的話 是他的那個青槍工具面身 前一個用的人沒用完 他還留著 對 這是當年留下來面身 當年留下來的青槍工具 他沒有用完 這個是有點像發霉的樣子嗎 還是不是 他其實是 沾油 他是去通樂管 沒錯 用那個棉線通樂管 對 然後這一面的話是 他是兩面放不一樣東西 對 另外一面的話就是他的 就是工具 這是他的油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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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耶這個 然後這個時候他的青槍工具 其中的工具 他刮刀之類的 對 很奇怪 搜這一組的時候 這個常常不見 為什麼 不知道 買的時候我們常常這個都不在 那這個的話是他的青槍刷 對 你那個時候 還在用差不多的東西 對 青槍工具刷 不要這樣 不一樣 他們當年怎麼通槍 像是把這個鐵鏈 然後勾在這個刷子上 對 然後就可以從鐵鏈伸進去 然後一抽 這樣抽出來 這樣青槍 對 就是二戰樣式的大耗機 好可愛喔 對 好帥喔 當年大耗機八百種 很多種 非常多 所以都是四購品 所以每個人用的不一樣 但其實當年用的最多其實是火柴 對 火柴才是最常見 最常見 對 因為便宜然後又普及 對 我也沒有 對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我們好像還有一段影片 有一段影片 是小龍特地把他的珍藏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來看一下 珍藏 結果是小龍的黑粒 小龍的黑粒 但是小龍的珍藏 第一次是這個 這是什麼 D-Day 194 這個是日本人在那個 美國他們拍的那個 他們的重演片 這個叫做2008年了吧 2008年在美國 二海二洲他們那個 94年還是 重演 諾曼蒂 對 諾曼蒂江湖的車 對 這些都是玩家 每一個都玩家 你怎麼開這種車 超專業 超專業 他都這麼放過 對 會興趣先買好 然後包括 這個每年都有活動 今年 已經結束 他每年是8月 8月 對 已經結束 為什麼每次都要放 對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 對 對 他們打的是空刀彈 空刀彈 所以是真槍 對 真槍 美國真槍 美國真槍 美國要找玩具槍 比找真槍還好 也是啊 而且更貴 對 對 同樣二戰的玩具 同樣二戰的布槍 蘇聯的布槍 真槍一百要兩百 一百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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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槍一百要兩百塊美金 對 真槍我上次看到黑色 手機六十九 六十九塊九毛九 對 對 真槍比玩具算便宜 真的很帥 好想說 剛剛你剛剛沒有出現 其實他剛剛有開飛機 有飛機 有飛機 對 剛剛自己看他演完 那是有飛機 那是玩家開飛機來吃 玩家開飛機來吃 玩家開飛機來吃 玩家太有錢了吧 我的天啊 還想說玩什麼 玩什麼重機什麼音響 人家開飛機來重演的 是啊 就是你會覺得 剛剛飛過去是不是 對 那個應該是噴火 還不只噴火 而且那個飛機應該它也是 是該不會之前飛機拿來開吧 有可能 有可能吧 那工廠都是 因為有很多老飛機有留下來 可是後來有一些小工廠 又復刻了 對 也是 那開飛機應該也要去考什麼 有 有他們都有執照 他們什麼都有專門的玩家 什麼什麼都有 對 有執照 然後有地方停 包括大型車輛 那些戰車那些裝甲車 他們都有執照 然後也都有地方停 對 然後也都有那個拖車 載運那些載具 所以說玩這個活動 最基本的門檻 就是你要很有錢 是 要願意花錢啦 願意花錢去收集這些 有興趣一點 而且有錢有一些 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 應該說 應該說這麼說好 每個人這訴求不一樣 那有些人就是玩爽就好 那玩爽的話 那標準就可以很低 對 玩爽都標大就可以標準 那只要像不像三分樣 有那個感覺就行了 這個也OK 但問題是像那種神經病的話就是 他們已經是就是狂熱的收藏了 就是他們的日子就停留在1944年這樣 就不會忘記 就演習完之後就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然後還回家吃口糧 像上一次那個諾曼蒂 他那個週年輕的時候 就有再找老兵在床裡回來跳一次 上次講過了 對 上次講過了 沒關係 還有很多觀眾 我還不知道 所以就是 就當年的真的有參與戰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有一個老兵來到法國的時候 他入境的時候說 我說你有沒有護照 我說我忘了帶 我說 他說你要有護照還是入境 他說 哪有 我上次來的時候 我沒有護照就來 他說怎麼可能 你來法國一定要有護照 我說你是什麼時候來 我從你們諾曼蒂海灘跟護照 沒有人跟我收護照 要簽證跟護照 太囂張了吧 真的太囂張了吧 然後那個海關就報該說 就對不起 海關也只能請他 過去想辦法嗎 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好 那今年或者是近期 有沒有什麼 就是在台灣的活動 就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參加 可以參加的 近期的話 下禮拜 這禮拜 這禮拜 這禮拜六吧 這禮拜六就有了 這禮拜六吧 如果颱風沒來的話 颱風如果不嚴重的話 就在三重那個湯城那邊 是有辦軍品跳島市場 跳島市場 軍品的跳島市場 對喔 跳島市場 個人擺 個人那個玩具箱 生存用品 然後一些軍品的 可是如果像重演活動的話 夏季就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畢竟你看我們穿著 我們就是穿這樣 對對對 會走 我們大概恐怕要到九月以後 九月以後 大家才可以想辦法安排一些 但是最近的一個就是 這個禮拜六就是一些 軍品商的交流 跳島市場 有人會把自己的收藏給傳媒嗎 對 然後我下個月是會辦一個聚餐 這樣子 聚餐 軍裝聚餐 下個月辦一個聚餐 跟國小同學 幹嘛 幹嘛 瞭解 好 那如果想要追蹤你們的消息 是不是你們有 要加入什麼樣的粉絲團 粉絲團 我們再上一下什麼粉絲團 二戰重演推行會 臺灣二戰重演推行會 粉絲團 然後連結跟QR Code都在下面 好 大家就自己打一下網址 或者是QR Code掃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然後就可以有追蹤你們 應該活動的訊息吧 對 活動都會公布 像這種跳沼的 或者是仇人的那種 都會有在上面有消息 這樣 基本上跳沼市場的話 我有開活動那個 那個專門的頁面 但是在那粉絲團 應該都可以連 可以 是可以 了解 好的 原則上就是 禮拜六的時候 風雨不大的話 請大家直接來 就是先去那個啦 粉絲團先看一下 活動到底有沒有取消 對 先點個讚 就可以知道資訊了 好不好 今天要謝謝 納然還有小龍 還有任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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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後你們還可以 帶來更多 就是關於你們重演 或是裝備的訊息 是的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要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回來 謝謝